Hello and welcome to this week's episode of Offbeat on Air On today's show, we're going to take another look at the perils of dangerous drugs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clip 濫用药物問題有年輕化趨勢 更加出現隱蔽吸毒青年 今日攝製隊特別找到研究青少年吸毒的專家崔瑞肺 分享一下青年人吸毒的特徵 其实要留意身边有没有吸毒青少年 其实不难的 他们当中也有一些特徵 好像精神不集中 和容易欠眼睡 喂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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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刚才我们说到什么 说到欠眼睡 欠眼睡 欠眼睡是什么 吸毒青少年的表征 是 吸毒青少年的表征 还有 记忆力衰退 喂 怎么办 不如先停一停机 根据我们了解 吸毒青少年 会变得孤僻 情绪暴躁 甚至出现幻听幻觉 我们摄制队 经过一番妖让之后 阿辉终于醒了 可以继续接受访问 但阿辉的表现越来越奇怪 放假应该开开心心 但你刚刚相反 朋友 没有朋友度过 又静 为什么不主动找朋友 朋友 有货的时候 就当你朋友 没有货的时候 他当你挪友 挪友 哪个挪友 我现在就坐着了 我觉得自己是灵 这些机会 不是我的 货 你自己是什么货 不要再说了 你去吃饭吧 我现在很生气 不要拍 不要再拍了 喂 不要再拍了 你再拍我不继续录 可以 拆机 别拆机 别拆机 又装又拆 阿达 喂 刚才呢 有把声器 耳边不停地说话 老实实 適合这段影片 你可不可以洗走它 我是研究青少年级毒专家 你这段影片出了的话 很影响我的 你不要搞我 行行行行行 我们会安排 好吗 喂 可以 到了 OK 现在出来 可以 拜拜 喂 我现在有点事搞 那你们自己搞 我出去 好 喂 我们一起出去 好 在我们访问期间 阿辉突然冲出门口 离开了家 我们摄制队 马上尾除 但他表现得很激劲 想多次撇掉我们 几经转折 我们看到他 会合作一个男人 还有惊人的发现 走 走 走 喂 你刚才是否正在行毒 做什么呀你们 做什么事呀 喂 你跟着我做什么 神经的 没什么说 走开你们 不要搞我 走开 大家不要像阿辉那样 而贩运危险药物就更加严重了 一径定罪 最高可被判处罚款港币五百万元 及终身监禁 记住啦 毒品真是不可一 不可再 阿辉经我们摄制队劝阅之后 致愿去戒毒 重过新生活 其实 我都只是想了解一下 事下年轻人为什么吸毒 那我就丢了一份 怎知越吃越多 毒品 真是很难戒的 我有句话 想和事下年轻人说 毒品真是 不可一 不可再 阿辉经 有点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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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摄取危险药物 实际上 这些是一路快乐 去浪费的生命 准备你自己 的灵魂 这些灵魂 能够付出 请继续关注 保护危险药物 这就是这周 谢谢观看 再见